大家好,我是Richard 这个视频我想分享一下我每天的作息 我是如何安排我的时间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然后因为我相信有一个好的作息 你去针对这个作息 就是严格遵守 然后每天,每个月,每一年 然后你就会获得成功 在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你的工作上 不管你是做亚马逊FBA 还是做其他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生意 我相信这个视频对大家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开始之前 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 你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 不管是那些穷人也只有24个小时 富人也有24个小时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平等的 不管你的金钱是多少 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平等的 那你怎样利用这24个小时呢 80%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然后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被一个概念 就是说,怎么那么多富二代啊 他们那些成功的那些有钱的 他们肯定都是富二代 所以说,我们被这个概念就是 这个概念常常在我们脑海里的话 我们就不想去奋斗 因为就好像觉得这都是上天注定的 我就算奋斗 我也不会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成为一个千万富翁 但是一个数据就是说 80%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都是白手起家的 那我们就是要做到 在24小时里面他们怎么做 他们是怎样去利用这24小时 我们也是同样的24小时 我们能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成就 然后能完成更多工作上的一个事情 在我开始我的一个生意旅程之前 我一直脑海里面有非常清晰的画面 我要住在哪里 我要开什么样的车 我要什么样的伴侣 都是非常清晰在我脑海里 因为我建议大家也去想一想 你以后在五年后 在十年后 在你未来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你有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只要越清晰 细节越清楚 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被这个目标所吸引 然后你也能更快的实现这个目标 甚至你的细节可以精确到 你说你在家里要有几条狗 然后你要有什么盆栽 你的盆栽是什么样的 你的车是什么牌子的 然后非常细节的去幻想这些东西 然后你能成功的也就更快 OK 不说这些废话 就是说我告诉大家 我每天的一个作息时间 和我每天的一个时间安排是怎样 OK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会起床 我起床一般是在七点半到八点半 因为我觉得一个睡眠 是对一个人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起码要有七个小时 起码要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我一般都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我确保我的精力是充沛的 因为我精力充沛了 我才能更好的思考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首先在七点半到八点半 我起床之后 然后我就会去洗脸 刷牙怎么样 然后花掉差不多15分钟的一个时间 然后在15分钟之后 我会进行一个 我会进行就是吃早餐 我吃早餐的时候 我会看一些视频 看那些视频可能是我更多的 看一些谈话性的视频 因为很多谈话性的视频 能因为你刚起床 你的想法 你的脑子都是 还没有开始转动起来 所以说你看一个谈话的视频的话 就能更加促进你的脑子就是灵活起来 然后进入一天正常的学习工作 OK在我吃完早饭 然后我就停止看那些视频 我会开始一个关于英文的学习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外贸行业 我们亚马逊FBA也是一个外贸行业 如果你懂一个英文的话 你在很多方面都有一个 就好像你写listing 你写你的产品链接产品listing 你也需要一个英文 如果我不是说要做亚马逊FBA 你一定要会英文 因为很多不会英文的也能做得很好 其实我们很多内容也可以外包 只不过你有英文的话 肯定能有一个稍微有一个优势吧 我也不用谈英文的一个重要性 我也不用在这边谈 所以说我刚开始 我会刚开始的一天 我会进行一个 差不多30分钟左右的一个英文的学习 会去尝试去多记几个单词 这样子放在一个短语里 配合一个电视剧来看 然后进行30分钟的一个英文的学习之后 然后我就会躺在床上 进行一个冥想的练习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冥想 冥想我一般会冥想15分钟 就非常简单 我就会躺在床上 然后打开一些冥想音乐 不管你去那个B站时候 还是去YouTube时候 都可以放一些冥想音乐 然后进行一个15分钟的冥想 冥想看我 我冥想的内容是看我在当天的一个状态 如果在当天我感觉就是压力比较大 就是比较焦虑的话 我会冥想 我就是会放空我的思想 我什么都不想 如果我抓住我在思想里面 想一些特定的事物的话 我就会把思想给他抓回来 就是让他放空 让他自由的 就几乎就什么都不想的意思 然后如果我是当天 我也是比较放松 我也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会更多的想象 我之后的一个 我要的一个目标 就更多的是一个吸引力法则 我想象我的一个目标 我在达成我这个目标之后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我想象我已经成为那个人社 成为那个人 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 然后这就是冥想也是看我在当天的一个状态 然后进行15分钟的一个冥想之后 然后我就会开启一天的工作 开启一天的工作的话 首先我会写一个to do list 就是一个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天要做的事情 我会尽量把每天要做的事情给他就是缩缩短 就是给他 我不会说写一个十件 我今天我要做十件事情 我不会这么写 因为如果我知道我写十件事情的话 最后可能我连 我只能做两三件 然后事情太多的话 我不能专注 然后我一般情况下 我都会把它缩减为两到四件 然后在这四个里面 我会把最重要的一两个我会把它圈起来 因为这一两个最重要的就是那百分之 相信大家听过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八十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你百分之二十能做的事情 带给你百分之八十的成果 所以说我会把那一两件事情给他圈起来 然后这一两件事情 这两个工作是给我带来百分之八十成果的 然后我要确保这点事情是要先完成 我要先去完成它 OK 那接下来就进行我一天的工作 这边我要说的是 我是不会进行一个午睡的 因为在晚上我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睡眠 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所以说我一般就不会去午睡 在下午的话 我可能会喝一杯咖啡 或者喝一杯这种运动饮料 但是我不会进行一个午睡 然后我就会继续工作 把我这些事情尝试把这些事情给他完成 然后接下来我会在三点到四点 我一般就会结束我一天的工作 结束我一天的工作之后 我就会稍微休息一下 看一下视频 或者就是放下歌就休息一下 在三到四点之后 我就会去健身房 我就会去健身房健身 因为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有在健身 就是说我健身的话一般也是去三天 休息一天这样的一个规律 我尝试就是严格遵守我这些规律 也接下来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差不多是四五点去 四五点去 去完之后 然后我一天就基本上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 我更多的是看一下 有没有邮件要回 有没有信息要回 接下来我就会 接下来那天我就会比较放松 可能会看一下电影 可能会放松一下 看一下视频 大家每天最好给自己一点激励 就是说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你每天完成一个辛苦的工作之后 你要给自己一个激励 那个激励可能是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场电影 你不用一定去电影院 你可以在家看一场电影 或者说一起吃一个好点的晚饭 或者说散个步都可以 你有这些激励的内容 在后面的话 你就会更有动力的 在每天去完成这些事情 每天完成你那三到四件 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那一到两件 就是一到两个工作 特别重要的工作 到了一个睡觉时间 睡觉之前 睡觉之前 其实我会看一个半个小时的一个书 这个书的一个内容 可以是关于声音上的内容 可以是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 都可以在我的一个兴趣 可能我想有时候 我再看一下健康方面的内容 有时候看一下生意方面的内容 当然我会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中文的书 有时候会看一下英文的书 但是我觉得看英文的书 也会同时锻炼我的一个英文 所以说就比较好 这就是我的每天 每天的一个作息时间 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能在里面 获取一点 就是一点启发 你可能你想怎么做 你想你的一个作息是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就是你每天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不能间断 可能在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少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只做一些基本的一些 你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 你可以把工作稍微放一放 就稍微少一点 但是你也不能说 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一到星期一到星期五 这样子你的一个很多动力 就是持续的动力 如果你每个星期每天都做的话 你接下来做也会更加简单 如果你星期六星期天不做的话 星期一重新去这些工作全部都去做的话 全部都把这些流程再走一遍 你就觉得更难 因为你没有一个惯性 没有一个动力 很多人每天都看起来很忙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我就举个例子说 你每天可能看起来很忙 关于亚马逊FBA的 但是你更多 你更多可能看一下你自己的时间的利用 你每天更多的在于逛论坛 或者看一些没用的东西 就说那些东西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 不是那百分之二十 我们要抓住那百分之二十 然后百分之二十能产生百分之八十结果的 对吧 然后比如说多上一些产品 比如说多找一些review 这些事情才是能给你带来结果的 而不是说无止境的逛一些亚马逊论坛 怎么样 这样那种事情是给你带来结果 那种事情可能是百分之八十的事情 百分之八十只能产生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效率 那这种事情我们要少做 要避免去做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你们 你们能看一下自己的作息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的作息 你能有什么能借鉴的 在我的作息里面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可以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一下 那个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频道里面有更多关于生意上的一个思维 生意上的思想 关于亚马逊FBA的干货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拜拜